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诸葛亮一手造成的 刘备在早期的时候经常领兵打仗 但是却极少胜利 经常被袁绍 曹操 甚至公孙赞等人欺负 所幸的是 刘备善于自省 在他不断反思失败后 发现因为自身谋略不足 必须要找一个有足够谋略的人加以辅佐 于是 在得知诸葛亮有大智大谋的时候 便三顾茅庐邀请大神出山 因为被他的诚心所打动 所以最终诸葛亮加入刘备建大业的队伍 在接下来的每一次大战中 因为有了如此有志有谋之人的辅佐 刘备有如神柱一般快速崛起 用了11年时间不仅夺取汉中等地 还将曹操打败 然而 任刘备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 自己一手打下的江山 却也是间接断送于诸葛亮之手 因为诸葛亮的一生培养了四个不该培养的人 也正是这四个人加速了蜀汉王朝的灭亡 马素也是诸葛亮第一个不该培养的人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时接庭 诸葛亮必须要负主要责任 因为在刘备临死之前再三强调 不能重用马素 然而 诸葛亮却不听取刘备的劝告 最终导致接庭丢失 倘若当时换成魏严 吴义 或者是王平担任主将 就完全可以保住接庭十日之内不会被攻陷 更重要的是 马素这个没有打过仗的半桶水 竟然违背诸葛亮的军令 上山扎营 最终接庭不攻自破 接庭的失守 除了马素无能之外 就是诸葛亮的自以为是 不把刘备的话放在心上 最终自食其果 隐恨无穷 除了马素之外 诸葛亮第二个不该培养的人是谁呢 此人正是魏严的同乡 他就是董觉 说到董觉 很多人根本没有听说过此人 他难道是一个无名小辈吗 其实则不然 他也是诸葛亮所培养的人 而且董觉也是在诸葛亮在世之时 非常看重的人 蜀汉朝廷在后期 政治 军事都有所下滑 最终被曹魏找到机会 一并灭之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主要是后主无能 宠信皇后 然而此时作为蜀国上书令的董觉 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最终让流禅越陷越深 无法自拔 特别是在公元261年 董觉任辅国大将军之职 这个职位 职高权重 对于蜀汉来说 他这个职位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他陆路无为混日子 那么蜀汉将有可能被他人吞并 所谓辅国大将军 无非就是在君主迷失方向的时候 提供可发展的战略 在君主不理政事的时候 可以在旁提点君主 让其回归正轨 然而董觉虽然位高权重 但是他却没有尽到一个 辅国大将军的职责 完全是有负于诸葛亮当年的培养信任 第三位培养错误的人 正是诸葛亮的儿子诸葛詹 说到这里 或许有人便会提出疑问 因为诸葛亮去世之时 他的儿子诸葛詹刚刚八岁 如此孩童 他诸葛亮又怎么能培养呢 的确诸葛亮在有生之年 由于常年在外征战 确实很少教育自己的儿子 更谈不上戴在身边言传身教 但是在孔明临死之前 他却专门为他的儿子 写下了一篇文章 在历史上称之为戒子书 公元234年 诸葛亮死后 诸葛詹虽然只有八岁 但是他已经席绝武相侯了 而且在蜀国诸葛詹的地位 也是相当高的 尤其是在其十七岁时 迎娶了流产的公主之后 诸葛詹的地位更加显赫 老丈人刘禅还认命他为 齐都位 这乍一看是年少成名 但是事实上是这样的吗 其实则不然 上文提过 诸葛詹的爵位是世袭 说白了 就算你没什么才能 也会得到这个爵位 这也是官二代的天然优势 后来诸葛詹的才华 在文方面不足以扶威 而在永方面不足以据敌 不过这完全不影响他在蜀汉百姓心中的地位 但是在其子诸葛詹身上 他更多的光辉是父亲带给他的 公元261年 诸葛詹已经是朝廷的栋梁之才 人魏将军 同时与董爵二人共同掌管蜀国政务 但是在此之时 黄浩干政弄权 诸葛詹却不闻不问 任由黄浩作威作福 最终也导致了老丈人流缠越陷越深 总的说起来 诸葛詹 马肃他们都是言过其实 而董爵更是不值一提 当时董爵作为辅国大将军 同样和诸葛詹一样 不敢管黄浩 此乃最大的失策 也是他最无能的体现 倘若诸葛亮在世 恐怕分分钟就要了黄浩的小命 那么第四个培养错误的人又是谁呢 其实此人不是别人 他正是姜维 众所周知 姜维乃是诸葛亮临死之前的兵法接班人 换句话来说 日后蜀国的军事大权 将会是姜维一个人说了算 至于诸葛亮为什么要把兵法传给姜维呢 很简单 姜维深懂兵法 而且会把兵法用活 比起他的大师兄马肃 不知道要强上多少倍 用这样一个会打仗 勇武 有头脑的人 这难道不是最佳的选择吗 那为何说培养出姜维乃是诸葛亮的错误呢 其中的道理很简单 众所周知 在诸葛亮临死之时 他便已经想到 今后的蜀国要么被魏所灭 要么灭了魏 不过当时的情况来看 第一种情况会是必然的趋势 毕竟自己这么聪明的人 都没有占据曹魏天下 后来之人又怎么可能比自己更强 从而灭了魏呢 而培养姜维只是出于自保 更多的仍然是采取之前的战略 联武抗曹 只有及两国之力 共同夹击曹魏 使曹魏土地 人口 兵力 拥有更少 再找机会 徐图二国 方有机会 一统天下 不过 对于蜀中的掌权人 还有辅国军师 将军 都要不输于先人才行 对于上述要求 姜维可以勉强占一个 但是蜀国却不具有 像先人刘备一样 盛名的君主 这是最致命的 刘禅虽然无能 但是手下的大臣 甚至包括了诸葛瞻 董觉等 都不给刘禅极佳的治国之策 犯了错 也没有人可以拉一把 而姜维呢 依靠诸葛亮所留下的兵法 还有神兵 诸葛连弩 巴振土等 对曹魏进行了 多达十多次的北伐 然而 姜维仍然没有占据上风 反而被邓爱 中会等人打得非常被动 最终 由于刘禅听信黄浩之言 成都没有做防御军事 导致成都在短时间之内 就被邓爱给打破 在诸葛亮所培养的四个人之中 姜维算是最有才的一人 但是姜维对黄浩事件 也只是提过看法 并没有利用大将军的身份 还有军权直接要了黄浩的命 最主要的是 姜维在位期间连年北伐 基本上已经耗费蜀国所有军粮 冥想 就连士兵也都被姜维搞得疲惫不堪 在公元263年时 蜀国的士兵早已厌倦了战事 加上后主无能 我估计很多人都无心在战了 而姜维之所以被敌兵所杀 跟老将廖华说的那句话 是绝对分不开的 治不出敌而力少于寇 用之无厌何以能力 蜀汉的廖华可是见过大世面的人 跟随过关羽 刘备 诸葛亮等人 他的话基本上没有任何水分 将为雄兵独武拖垮了蜀国 倘若采取正确的战略 蜀国不会第一个被灭 如果您觉得本期节目还不错 请您别忘了按一下 屏幕右下角的订阅按钮和小铃灯 方便下次给您带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